这几日过来采访了 在地里边直播一场 因为这样的话更突压出来 按这边的面环给他走出来的面碑 叫我先把东西补一下的 你看多少人 来这边 人家这边一说杨士几张 我让他来采访了 来看这个层面都开心化了 都跟着小双子到那跟到这 那你点都做了 等一下再行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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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等一下我又拍你 你们好 都不好意思 其实我们农村一边 农村的闪子大娘们都挺纯朴的 就是 有的时候就是心里面高兴 但是不太会表达 哈哈哈 对 床单是的是的是的 床单是的 就今天直播这一次嘛 啊 啊 让一让看摔根 摔根在哪里 摔根在这里了 摔根在这里 看看摔根 谢谢家人们的支持 对 农村人确实很纯朴 你们知不知知小孩啊 知不知知小孩啊 我们卖棉被啊 知识 你给我吃吃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就是我们种植的棉花地 啊 然后呢就是做出来一个样品棉被嘛 然后我把那个样品棉被先给你们 因为好多朋友发私信 说小爽你做出来棉被到底什么样子 有好多新的粉丝朋友们是这样问的 但是老粉丝朋友都不这样问了 都知道了 哎我先把样品给你们看一看 啊 好下单了是吧 好下单了床单我知道了 我们也感谢你们对小爽的支持 小2米4重2米5的 啊有棉被吗是吧 有棉被朋友们 你吃尾炕的来 呃能把现在直播然后录屏吗 呃可以 然后你录点下录屏吧 录上屏 要不然这是现在 有点卡有点卡不吗 我点一下录屏啊 卡刚刚直播间3000人 然后调了一下手机 直播间结果剩2000多 然后一会 一会这一会的功夫又冲到3000了 其实粉丝朋友们都挺期待我们家的棉花棉被 因为这边是我们农民自己种植出来的 所以就是他们很期待 买了两套谢谢家人们的支持 等我们家棉被上来了以后啊 我首先给朋友们发个大大的 呃优惠卷 棉被可以炕几点 炕几点 直接就搭到咱们之前怎么卖的就是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 之前怎么炕今天就怎么炕就行了 里面另外这个棉被呢都是手工工制的 棉被都是 是我们村的村民一针一线 是我们村的村民一针一线 就是我们要弄出来的 都看不起来 那个朋友们啊 然后我们这边后面呢 也有我们的花农 也有给我们家里面上班的 还有就是 今天在家里面带孩子 家里面有老人实在是没有犯了工作的 今天也在这里 然后让他们给咱们打招呼 啊不 如果说好的话 朋友们你们抠一个好 让小小小看一看 好的话抠一个好 让小小看一看 有没有欢迎就是 村 就是咱们的村民过来给家人们打招呼 好来 谢谢 这是 这也是我们家的邻居 但是笨笨吧 叫婶婶 我们叫婶婶啊 朋友们 来 这是我家婶婶 真的 那家装了几目的 装了帅头目 装了帅头目了 啊 今天手吗 手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今天的花姐 今天的花姐比网店的还高高 就没 高高 我们来 给咱们孙子来个鼓掌 孙子给大家打招呼 来的孙子给大家打招呼 不敢说 哈哈哈 大家好 这家的家长话他们都能处 对对对 大家好 这人是孙子 啊 是孙子 快说的 你来来来来来 哈哈哈 来来来来 你这啥鬼 别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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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书 不是在你那买面花 啊 对 他们你买面花 你高兴不高兴 你说可乐不是谁了 你去哪里又换家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来来来 这个 那个家里面花 大家好 这个是大娘 小大娘的 不讲生日 来自于家大娘 啊 然后 大娘就是我在大娘家那边 卖了面花 大家的大娘家那边 面花好不好 好 相当好 真是大娘家面包现在好 所以昨天把面包熟了以后 今天我一开直播打面包 叫我开小双直播打第一 咋样呀 还卖哪点面包 是 打娘家今天种了多少面包 种了15亩 种了15亩 啊 这朋友们 来 那个小双教大娘咱也一样教大娘 我不知道你们多大还不 但是你们看年龄吧 大娘大概就是50多岁 对 这就是50多岁啊 你们看着好 打招呼 朋友们 来 这个直播间里边都是买你面包了 啊 上手买了以后都是他们买的事情 这双头是咕咕家买的面包 啊 给这个大娘家买的面包 啊 如果要是 泡沫想要面包了给大娘打个招呼 大娘好 哈哈哈 打个大娘好 哎 对 大娘好 对 你看 一招招的大娘好 大娘好 大娘好 都在牧场 这看牧场 对对对 咱会唱 咱咱咱咱咱 啊 叫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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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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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慢慢地把我忘记 好 慢慢地把我回忆